为了推动文化艺术活动 充实市民的休闲生活 新庄市民大学103学年度的第二期 即将开始招生了 那么这一次总共有17种课程 可以让民众来选择 欢迎大家赶快掌握讯息前往报名 为推动文化艺术活动 充实市民休闲生活内涵 培养民众第二专长 新庄区市民大学103年度第二期 即将开始招生 这次一共有17种课程提供选择 动态静态课程内容琳琅满目 我们的市民朋友 你晚上没事做 在家里看电视 或者是给电视看 这个都对健康都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希望这个机会 大家能够一同出来互相学习 交个朋友又可以成长自己 从第一次热闹开学至今 每次市民大学开课就得到热烈回响 也因为本着服务大众的心情 市大收费与其他学习课程相比更是低廉 到晚上6点在我们的各活动中心 都可以来接受报名 这次我们所开出来的班 就是有静态的 有动态的 还有一些成长课程 总共大概是有17班 只收1000块的报名费 是很省很省的哦 在这边也希望说我们的 只要是你是涉及在新北市的市民 都欢迎你们来一起来报名 一起来成长 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呢 一定要把握哦 报名时间从9月8号到19号为止 有兴趣到市民大学来交朋友 也享受终身学习乐趣的朋友们 可得把握机会 别再迟疑 永迦乐新闻新庄采访报导